新中區的月提到圓環 47歲的騎士騎著白牌機車抵達 轉彎時與黃牌重機相撞 當場人車噴飛 對方火速站了起來 他卻一度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警方截獲報案 兩名員警立刻趕到現場處理 由於鄧姓騎士手腳擦挫傷 有輕微腦震盪 被送往信泰醫院救治 車禍是發生在17號下午5點多 隔天早上被送醫的47歲鄧姓騎士 突然出現發燒症狀 經過篩檢 結果竟然呈陽性反應 院方緊急通知警方 怎麼會這麼巧 這結果讓員警很傻眼 還好到場處理的兩名員警 都有佩戴口罩 手套及護目鏡 從醫院返回派出所後 也確實消毒全身 接獲受傷歧視確診的消息後 警方已經請他們先行自主健康管理 目前員警已先行自主健康管理 並於本日上午前往信泰醫院篩檢 目前員警皆無身體不適 警方說雖然兩名員警 沒有接獲衛生局的匡列隔離通知 也沒有身體不適的情形 但安全起見 已經在20號上午 請他們前往醫院篩檢 TVBS新聞施協員 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